近年来,香港不少别有用心的政客千方百计地把政治带入校园,使香港教育出现触目惊心的乱象,甚至有教师鼓动学生参与暴乱。 在香港从事了几十年教育工作的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历史学教授刘志鹏表示,香港年轻一代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不深,需要多下功夫。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日前表示, 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履行对香港教育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刘志鹏认为,因为过去因公众宣传教育未必到位,使得香港青少年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存在偏差。 未来,香港教育界有责任协助青少年重回正轨,也应该培养青少年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不要被一些反对派人士洗脑。 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基本上有一个普遍的情况,就是他们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其实是不深的。 或者简单地说,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认识都不是很深的。 我相信应该做多一点点功夫,在学校里面,或者社会上,我们重温一下,或者回到过去,为什么香港会变成今天,它有一个历史脈絡的。 在学校的教育里面,中小学基本上,是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教育的元素,去告诉那些学生知道,就是他们身处的现在的现代社会里面,有些什么情况是需要注意的。 5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有关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刘志鹏非常赞同此决定,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他认为涉港国安立法是毫无疑问必须要做的工作。 由于基本法第23条立法长期停摆,很长时间香港人都没有意识到危害国家安全的底线。 香港市民需要形成国家意识,明确香港的发展与全中国息息相关。 我相信立法是很基本的一些必须要做的工作,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有它的国家安全法的,国安法我就觉得是挺正面的,对于香港的目前和未来的发展。 刘志鹏表示,他希望香港各界从现在开始与特区政府一起痛定私痛,正本清源,引导学生名是非,行政路,守法制。 扭转之前的教育乱象,努力为香港下一代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